民進黨依然縣長參選人陳歐珀出席記者會 帶領縣長陳靜德幫忙拉抬身世 不過選情又傳出現分裂 已故法務部長陳定男的兒子陳仁傑 在臉書上要求陳歐珀競選總部 一週內清除競選文宣 關於陳定男相關的影像 他私下表態支持五黨籍參選人林信華 就連陳定男生前重要的民間友人 目前擔任陳定男基金會董事長林光毅 也說個人支持林信華 昨天林光毅他公開表態挺 那個林信華的你的看法 小乖也是 對這個問題重破不願多談 快速離開記者會現場 陳定男兒子會這樣的反彈 起因在2005年 如果陳定男會選買票 我立即退選 將來當選之後 如果被證明 會選買票 立即辭職 而且永久退出政壇 陳定男參選縣長卻被控會選遭到抹黑 當時陣營希望黨部前主委陳五波出面幫忙直寫 但陳五波沒有出面澄清而埋下嫌隙 大家都會顧全大局 結果我們再跟他 從或自從參選主力就不小 整合不易 如今陳定男系統表態就怕影響捲擊 TVN新聞 簡大臣 宜蘭報導